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自然还有正常的情况下正常发展 以维持所有的生态平衡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才可以称为是自然保护区 那么按照计划呢 今天中午两点钟呢 到时将会有苏门大拉虎放养的一个仪式 那么两只苏门大拉虎的放养呢 一只是公的 一只是母的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布雍 还有班迪 那么到时这次的苏门大拉虎放养的仪式 将会由印尼森林部长Zuki Fri Hassan 还有阿达格拉哈布鲁里的发情人 郭说峰 东米威纳达先生所主持 那么对于阿达格拉哈来说呢 这一次的放养活动 并不是第一次 因为在2008年已经进行了同样的放养活动 但是不同的是当时的苏门大拉虎 两头都是公的 那么这一次呢 一只是母的 一只是公的 那么今天的两只苏门大拉虎呢 他们的背景都是出生于亚齐 那么当时呢 这两只老虎因为是在当地不断的捕猎 居民们的家畜 使得遭到了居民们的捕抓 因为在被居民们捕抓之后 没有好好的饲养 这两只老虎健康情况非常的不好 那么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 阿达格拉哈布鲁里 立刻带两只老虎来到了 达格拉哈布鲁里自然保护区 那么我们都知道 现在苏门大拉虎已经面临了 绝种的危机 在经过了一年半的耐心饲养之后 两只老虎不用还有班底 现在健康情况十分良好 他们的体重不用 已经达到了121公斤 那么班底是89公斤 为了更了解今天整个放养仪式的准备工作呢 现在我将会和苏门大拉虎放养仪式发起人 同时也是达格林自然保护区的持有者 郭说峰 东米威纳达先生来谈谈 巴东米你好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么我们知道说您是一个 大自然的爱好者 我们也知道这次苏门大拉虎的放养工作 已经不是第一次 并且是需要非常庞大的人力 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启发您来进行放养工作 并且将会再进行几次 我们是尽量来帮助政府来处理这些保护森林 包括保护动物的事情 因为现在最近为了全球的软化 发生了很多对这个世界的改变 所以我们就来一次配合 这个用来以后我们下一代的保护我们自己对人的生活的平衡 因为假如这个地球包括森林中物能够配合得很好的话 所以能够帮助人跟这些气球的保护污染的气球很重要 所以我们尽量来配合下去 那我们也尽量一直做下去 来对我们下一代包括 包括用来跟这些下一代的交代来配合这个 就是说只要在资金方面 如果你还可能的话 您还可以可以自续的发展下去 当然这个事情是我们是从我们公司集团 包括朋友方面的话来一起配合 我们尽量来一直做下去 在很多地方各个地方 包括每一种的动物我们能够帮忙能够配合的话 我们假如天还是给我清理健康 然后在很多方面有能力的话 我们已经尽量做下去 好的 我知道你是从1997年开始管理整个Dumbling的自然保护区 那么在大自然环境里面生存了这么久 你从大自然那边学习到了什么 我们学习了就是忍生在世界上 是需要保护 保护好像这种地区 因为这个是以后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平衡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然后我也希望很多朋友 很多的企业家 能够以这个想法来做 最近我们去看比如说索尔叶环在哥本海根 很多国家的领导也开始注意 这个就是全球的软化 包括很多所以我们觉得 未来的可能100年 世界的前途是靠这种做法来做 好的 那么如果现在想 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呢 可能你有没有任何的讯息 要表达给尤其是怀疑的观众朋友们 那我们很希望 全世界包括特别在英里的企业家 尽量在一方面发展事业 发展企业 也一方面来 怎样与他们的企业也保护污染 保护环境 不要 就是做一个有责任的一个企业家 然后叫做他们有机会能够赚钱 也是能够帮助这一种做 这一种保护 保护森林 保护动物的做法来做 好的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想知道 Dumblin自然保护区什么时候 才可以对外开放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想来这里看看 我们在这边是 可以欢迎很多朋友要来 我们有我们的地址 我们也是很多公司来帮忙配合下去 那他们可以写信 或是给我们的email下去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安排来 来参观这个地方 我们很欢迎 然后我们也希望 当然我们做的不是说完全好的 我们是尽量做好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省领部 我们的英里政府 省领部很多支持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公司的 不是我们的 这个是国家的 我们是跟森领部 经过国家的森领部来配合 来一起努力 一起合作 那我希望是一条路的话 我也提供大家 朋友 企业家 大企业家 来一起配合这件事情 非常谢谢巴东美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刚才了解有关 这个Dumblin自然保护区之后 那么在这里 可以告诉观众朋友们一下 就是有关 这个自然保护区 因为其实苏门达拉虎 需要在这里被放养 是因为苏门达拉虎 已经被列入 是世界保护稀有动物 已经是面临了 绝种的危机 那么除了苏门达拉虎之外 还有巴黎虎 爪哇虎 之前一年有三种的虎类 但是其他的巴黎虎 还有爪哇虎 现在已经完全的绝种 那么目前呢 在Bukit Barisan国家公园 苏门达拉虎 只有不到50只的树木 那么在不断的遭到了 当地居民的威胁 还有捕猎的同时呢 那么希望通过 阿达克拉哈布图里 如此类型的放养活动 让苏门达拉虎非常仅有的 在大自然里面能够正常的繁殖 还有生长 那么放养活动呢 要告诉各位观众 就是待会呢 在两点的时候 将会有美都电视台 全场的现场播放 现在把现场转交给 在雅加达的杨精灵 好的 景文 那么非常感谢您 从这个南榜发回来的报道 那么也希望今天这个 斯门达拉虎的放养活动 能够在胜利的情况下进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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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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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Terima k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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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ma kasih